你知道我的第一次有多麽廉價嗎? 是不是有人想歪了 想歪人打屁股 哈哈哈哈 我今天真的非常的遲 我怎麼會 根本是看中我中日文精通的程度 還是我放下尊嚴的程度 這我就不曉得了 那第七點就是 工作當天遇到不與壞的事情 那這個呢 我還在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主持人跟藝人們 都會有後台的休息室嘛 那藝人們的話 他們這只是一間 然後我呢 是被安排跟日本的這個影音人員們 就是工作人員們同一間這樣子 那這是沒有關係的 那當天呢 我的上班時間是11點 我10點半就到那邊standby了 然後就遇到一個日本工作人員 這個是題外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做這一行的 就是娛樂圈嘛 娛樂圈的日本工作人員 好像都比較會有一種酷酷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說耶 對就是 就是我跟他打招呼 然後好像就是 有一點 不太想要理人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就是 就可能比較酷酷的這樣子 那我早上就跟他共處在儀式 他就在用他的電腦 我想說他可能在工作吧 但是我就一直聽到很大聲的音樂這樣子 那我想說啊 他可能因為是做這一行的人嘛 搞不好他是在 弄工作的事情 反正我也沒有去看嘛 因為這是他的隱私 對那我就在旁邊就是 就是用我的主持稿啊什麼的 那他也看得到就是我是在做文書的東西 對那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所以因為我早上可能需要再就是 自己想一下比較安心 但是因為真的太吵了 他的聲音是真的很大 所以我就自己跑到其他地方去看 那因為 大家都知道就是 那種演唱會的場合 都是很暗的嘛 因為會有螢幕嘛 一定要很暗 所以呢 而且他們又在就是彩排 那就是會有很大的聲音這樣子 又會很吵 就不管到哪裡都很吵 不然就是很暗 那我最終找到的一個地方就是 廁所旁邊的樓梯 那邊最安靜又最亮這樣子 我就一個人躲在那邊 那個台灣的影音大哥人還很好 他看到我在那邊就嚇一跳 他就說 欸你不要坐那邊啦 那個你過來跟我們坐啊之類的 對 但是因為後來還是 就太暗又比較吵的關係 我後來還是 就是在那個廁所旁邊 那邊就自己在那邊看稿 那我後來呢 要回去後台拿東西的時候 就過去 結果就發現那時候 人已經不在了 但是就看到他的電腦在那邊 然後音樂依然很大聲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早上放的那麼大聲的音樂 並不是在工作耶 只是自己喜歡聽在聽而已 那我真的就很驚訝想說 因為我在那邊做文書的東西 然後他都不會覺得會打擾到我嗎 就他完全就是 欸你建不建議我放音樂啊 這種完全沒有耶 就是他完全也不跟我講話 就一個人在那邊打電腦 然後音樂很大聲這樣子 就真的有點震驚到我 對這又是有點 接下來要講的 又是一點堵空氣的事情 就是 到中午的時間的時候呢 我就回去後台那邊拿我的便當 那我一上去之後呢 非常多的工作人員 就坐在那邊 非常的 就還蠻擁擠的 因為我這樣樓梯上去 就跟一個日本的女生對到眼睛 然後我就是 有跟他打招呼喔 可是他不太理我耶 就是 我想說哇 就是他們感覺都有點酷酷 我在走上去的時候 是聽到他們在 就聊天的 就很自然 因為他們都認識人嘛 就在聊天 結果我這樣一上去之後 整個 整個 瞬間安靜 因為他們可能想說我是陌生人 就那個空氣非常的 就是 我覺得有點凝重嘛 就是 就覺得 我在那邊壓力也會很大的感覺 好 就是我所謂的堵空氣就是說 因為 對他們來說 我是個陌生人 如果啊 我拿完便當坐下來那邊 跟他們擠在那邊一起吃飯的話 他們可能也會 要想說 啊 是不是得跟我聊天 是不是得找話題跟我聊 那他們也可能 可能 我會覺得他們可能會不自在 之類的 對 反正我就是非常堵空氣的 自己默默的下去了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是拿了我的便當 就稍微跟他們打招呼一下之後 我就默默的下去 又回去那個 廁所那邊吃飯 這樣 怎麼好像講的好像有點可憐 欸 就是要跟大家說的是 也不是說不愉快啦 只是就是 也會有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好 再來第八點 就是突發狀況 那 第一個突發狀況就是彩排的時候 我們 預定都是五點的 那藝人也是五點到 那後來呢 藝人們好像說 他們想要改六點到 但是其他人還是要一樣五點 我是主持他們的這個粉絲見面會 那他們呢 晚上的時候 又有他們的 這個Live這樣子 那 本來好像 彩排的順序是 要先踩我們的這個部分 但是藝人們 六點來了之後 就說他們想要先 做這個Live的彩排 那就 變成說 我是五點到對不對 對 可是我 一直等等等 等他們 彩排完前面的東西 等到九點 才開始 彩我的部分 到十點 這樣子 對 那我是覺得沒關係 因為 反正 我本來就也是 要等到十點嘛 就對我來說沒關係 只是說就是有 可能會有那種 更改時間 那種是非常常有的事情 再來是 就是當天的時候啊 藝人們 團員們 話會變得非常的多 就跟那個彩排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間真的一定會delay到 真的沒辦法 因為 他們很開心的在講話 或是跟粉絲們互動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去打斷他們 好 那在前幾天的價格的時候呢 我有跟大家說 我當初得到的報價呢 是兩萬四對不對 但是最終我不是得到這個價格 我在彩排的前一次 還有就是 被叫去多開一次會議嘛 接下來我的小姐就跟我講說 好 那就是當天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一次的酬勞就是 兩萬二的給你喔 這樣子 他講兩萬二 那我心裡想說 欸 兩萬二 他當初 就是email信件是跟我講兩萬四 所以當下我有問他 就跟他講說 欸 不好意思 就是當初 跟我接洽的時候是說 兩萬四 對 那 那個小姐可能忘記跟我講 更改價格的這件事情吧 然後 他才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講說 啊 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 當初在篩選人 就是面試很多人的時候呢 他們的老闆啊 就是擔心我 因為我的主持經驗也不少 但是 比起 專職 專門在做主持人 他們可能一個月接好幾場對不對 那我可能沒有他們這麼多 所以他們的老闆呢 認為說 就是擔心 可能我怕主持的不好 然後就 跟接洽的小姐說 那要扣我的薪水這樣子 雖然他們老闆擔心 但是 就是 那位小姐 還有他的主管 兩位 都 比較喜歡我 就是希望 希望我主持 所以好像就是 有幫我去說服 老闆 的樣子吧 那老闆 好像就說 希望是 兩萬二 那我就覺得這沒關係啦 就是 因為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我覺得就 也很 高興 他們兩位 這樣子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對 所以我就說 好啊 好啊 沒問題 就是 沒關係的 這樣子 可是呢 最終 我拿到的 不是兩萬二 對 他就是 拿這個 合約 給我錢 然後上面呢 是寫 兩萬 對 兩萬 就是 又比兩萬二 再少兩千了 嗯 嗯 然後我那時候簽完 就交給那個小姐 但是我就沒有在問耶 這邊我想要問一下大家 要是你們的話 會怎麼做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心裡想是 想說 啊 那可能又 像上次那樣子 我是想說 可能他們老闆擔心 我的經驗不如專職的 主持人多 然後就 看 價格 我想可能 應該也是這樣吧 我是覺得那個小姐都很好 就是他也不可能虧待我 什麼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就直覺是想說 啊 那可能 可能 或許是他們老闆 就是又從 就是兩萬四 變到兩萬二之後 可能又想想 又覺得很擔心 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 價格變兩萬塊 也說不定 但是 這個中間 的這個變化 不是沒有收到通知 就是我不曉得 但是 就是我 我當下是沒有問的 所以我想問大家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去 要那個錢嗎 還是你會去問嗎 因為其實 我是想說 我不想要那麼 斤斤計較的感覺 我真的是 由衷的覺得就是 謝謝他們 看中我 還說服他們的老闆 然後 讓我來 升任這個工作 所以其實那個兩千塊 我覺得 真的對我來說就 沒有關係 其實我是開心的啦 對 對啊 因為就 真的不想要 好像斤斤計較的感覺 所以 我那時候簽完就給那個小姐 我也沒有說什麼 我也沒有問 我也沒有問說 欸 上次不是說兩萬二嗎 我也沒有這樣 就是完全沒有 對 那 這個也是我這一次的經驗嘛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發生這樣的事情而已 好 再來第九點呢 就是 台日主持的服裝差別 我覺得這個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因為我來台灣之後啊 就是 看各種活動 主持人的裝扮呢 都非常的華麗 我覺得台灣的主持人 通常穿著都是比較 貼身 然後很展露身材 如果是日本的主持人的話 他們會比較偏好 可能比較 氣質 典雅之類 然後就是你的 肌膚不能夠露太多 那種感覺 這一次的這個生幽門啊 他們都有代表自己的顏色對不對 我的衣服顏色 是不是就不要跟他們 重疊比較好 這個是我個人想法 就是 我不曉得大家會怎麼覺得 就是他們的顏色有黃色 紅色 藍色 綠色 橘色 紫色 都不行耶 我本來想說 還是就穿白色 但是後來聽說 他們的服裝呢 是 白色 然後可能邊緣啊 或者是一點點 就是會有他們的顏色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 欸白色好像又不行 所以我後來當天呢 是穿了卡其色 在這邊貼 貼影像影片 就是穿了卡其色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 街跟日本 比較有關係的主持的話 你的服裝 可能就不能夠太柔了這樣子 那第10點呢 就是你可以做什麼努力 我覺得不管是口藝的工作 還是主持的工作 你都要做足充分的準備 然後你要 非常的了解 你要主持的這個東西 那像我這次 因為主持這個生藥五象團體 我就是有盡量的要了解他們 然後 他們每一個人的什麼Twitter啊 然後 網路上的一些討論版啊 什麼就是我都是稍微去看一下 這樣子 那甚至我在大學的時候 不是每週都會固定 請不同的講師來為大家演講嗎 我只要覺得他口條很好 或者是有我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就會偷偷的錄音起來 然後回家聽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說話營造一種氣氛 讓人想要繼續聽下去 是一種說話的藝術 那我錢啊 不管是做這個口譯還是主持 常常會被要求我自己要報價給他們 但是我都不知道怎麼報 然後網路上我也找不太到 有人這麼巨細迷的 在分享自己的這個價格和工作內容 那我希望拍這個影片 是告訴大家我真實的案例 給大家做參考 覺得有趣有幫助的話呢 我之後會再繼續拍其他的工作去集 大家一起加油吧 掰掰